谢谢 有没有什么要表达的 追踪这边 追踪台湾的法律 会不会担心会被迫害 追踪这边的法律 因为我们要建立的自由中国 就是台湾一样的中国 回去后会担心吗 谢谢 会担心吗 会不会后悔 不后悔 谢谢 有没有什么希望国际怎么样营救你 台湾政府这边对你怎么样 非常好 谢谢 大陆异议人是张相忠托团的陆客团 离台班机19号上午10点10分 8点10分check in 移民署发言人杨家俊 在8点半接受自由亚洲电台查证时 仍为松口对张相忠的去留 没有强制处境的问题 那是怎么讲 没有强制处境委 那是看大家看怎么处理比较好 都还在沟通当中 那他今天会离境吗 因为团不是要走 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他跟当事人谈 各种状况他自己要帮忙判断 不过大约在10分钟后 该陆客团抵达 就有台湾方面人员大喊 随手递给陆方的领队 该原队陆客团说 还模拟若张相忠反抗如何处理 张相忠随后在多名官员 宇航警围着下 从台北苏山机场快步出关 他受访表示尊重台湾法律 陆委会随后发声明说 经认定上部不现行 专案长期拘留的规定 由移民署协助其随团离境 过程顺利没有强制 移民署新闻稿也强调 张相忠先生表示 了解我政府认真看待 他的诉求与主张 所以觉得先归对反路 为最佳的处理 移民署还提供张相忠 进入机场管制区内 笑秘秘笔胜利首饰的照片 外界执疑民进党政府 处理大陆异议人士的速度 更胜于国民党政府 总统府发言人黄崇燕说 来自其他地区的人 出境入境 基本上我们都有相关的法规 由于照法律来进行 张相忠傍晚透过翻墙软体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 先表达感谢 感谢台湾同胞 这几天大家的关心和关注 是我非常的慰安 张相忠否认自愿离台 张相忠说 到了厦门 旅行社给他做笔录 详细问他在台湾每一天的细节 晚上他找了旅社落脚 张相忠说 有台湾友人在他上机前 传谎讯说 两岸有签不迫害协议 他自认入台签证27号才到齐 台湾这么急着送他走 是不是两岸官方管道通了 能保证他回去安全 移民署否认在张案上 两岸有签署所谓不迫害协议 在台一亿人士王瑞打抱不平地说 王瑞认为 台湾政府不收留张相忠就算了 不该污蔑他不是民主人士 自由亚洲电台记长 夏小华台北报道